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 祝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328页 现在这里是大圣不共法里面的 方便法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主要是两个净土 其实有十方净土 非常非常多的净土 但是这里主要是提到中国佛教 比较新盛的 也比较流行的两个净土 一个就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净土 一个是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极乐净土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讲到这个基 不舍献法乐 而向于苦其 要师大悲愿 东方献净土 一个在东方 一个在西方 那前面说过 西方的阿弥陀佛的极乐 那么他是种在燕里的 初离心的 但是有初离心的其实不多 那一般的人士 我既练着这个世间 就是在这个世间 你说叫我舍离一切 那么专心就是为了未来赐 那么努力 因为有一些人不容易舍离现在的领域 家庭 现在的这些荣华富贵 或是这些享受 不容易 所以有没有办法再兼顾 我现在的预乐前提下 我受命禁了 我可以往生到净土 世间人就是这样 就是要最好的 要用力最少的 那么有没有办法呢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东方妙思流离光净土 对我们来看 所以它叫做不舍献法热 就是我们现在热基本上 欲见了众生的热 不离开五欲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看 在异行道 我们说异行道跟南行道的差别 那么在于说菩萨道是南行道 往生净土 这个叫做异行道 所以它说释迦佛在异行道的净土中 释迦佛宣说弥陀佛的极热净土之后 又说东方妙思佛的净流离净土 导师这样的时候是顺着大圣佛法讲 这一些所有的净土我们都释迦佛当时说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就世间人一般的说法 那么这是适应另外一类根性的 就前面迷陀净土 适应的是 那么那一些比较缺诺的 那么如果真的要比较起来 那么这些缺弱的人是 他所以缺弱是怕退转 退转大乘 那我这样修 会不会退转到二乘去 那我又不想修那么辛苦 那我又怕不能成果 那么因为成果要很长的时间了 那么不小心又会堕落三二道 又有隔阴之民 所以对这些比较为了要成果 没有办法不畏缺 没有办法长时间先不杀到的 这一些人心会害怕 要走那么远 要那么辛苦 能走得到吗 不然你走不到呢 就是怕会退转的 这一些人叫做缺弱 所以他种在 你看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 也是种在所谓的阿鼻八字 不退转 那不退转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不退转于阿牛 冬奘三和三 就是我可以成果 但是我又不要那么太远了 太长了 时间太长了 那么太困难了 所以有没有方便一点的 不要那么远 不要那么长时间 不要做那么多事 让我可以就是也可以成就活到的 我也不要说那么快一点 你就解脱就好了吗 我也不要 我就想要成果 但是我不要做那么辛苦 或是那么长的时间都做 有没有更容易一点的 更快一点的 更方便一点的 好 这个叫做缺弱 那么因为它缺弱来自于两个 一个就是对佛法不是完全了解 第二个就是对自己也不太清楚 对自己也不太清楚 所以没有信心 那么这种没有信心 基本上我们看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尤其中国佛教 最常见的就是动不动就跟你讲 你有业障 你有冤亲在住 那你现在是身在莫返 那么要修行成就是不可能的 解脱都不可能 何况是要成果 所以你现在 唯有往生进土这条路 你这条路再没有了 你就准备下三个刀 你就准备多第一 通常很多人都这么跟你讲 那么这个 其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导致于 从明前以来导致于 几百年来 大家都说我们业障中 所以才会身在莫返 那么烦恼重 所以身在这个五拙二次 那种种的原因导致我们也这样认为 长久以来佛教主都这样认为 所以你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莫法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那障碍又多 烦恼又重 那佛法又不明 那所以 你没有其他路 你只能往生进土 进土你再不去 这一生没有往生进土 来生你就准备 做三二刀 通常都是这么讲的 讲的 没学佛还不会害怕 一学佛超害怕 没学佛还不是那么害怕 还做三事 怎么样 做三事不能解脱 这一些到最后天府响尽 来了还是做牛做 多三二道 修行又修不了 不修又不行 可是修了也不行 那怎么办 所以拼命就是求往生而入 那么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就是 中国佛教 大概我看一两百年来 都是这样的 那从明朝是一千多年 到现在两千年 我看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那大概是好几 大概是至少 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都是在这个观念里面 所以我们最多的就是拜畅 业障众 第一个就是拜畅 拜畅 只是让你不多二道而已 你也不能成就 你怎么修都不能成就 这种观念 严重的束缚我们 你现在要先把这种观念 泡掉 佛陀说你能够生在有佛国土 能够做人 听闻到佛法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我们读淨土 无量寿星 他就跟你讲 你能够天闻佛法 能够做人 能够听到大乘佛法 然后能够听到大乘佛法中的淨土法门 南中之南 无过此南 你能够做人 第一个 你能够做人 这个很难 这个阿罕听讲的 那 得人生如大地土 得人生如爪上土 诗人生如大地土 那 你现在得人生 你是少 你是难中之难 给你做到 那么你得人生 你又不一定闻佛法 你听闻到佛法 又是难中之难 无量寿星也这么说 那 你听闻佛法 你又听到大乘佛法 你不一定听到大乘佛法 这一些别人做不到的 别人遇不到的 你都遇到了 就好像我们上次讲过 你从国小 考试升级 读到国中 国中读到高中 高中 考上大学 大学又考上博士 你都读到博士了 你说我头脑不好 我学问不好 我经济不好 我家庭不好 我环境不好 我障碍很多 你都读到博士 那些障碍多的 连国小都没办法读 那你还说你做不到 这个要读这么多次 要认识这么多道理 我没办法 那一些国小国中 一万个人里面 只有两三个人读到博士 那你说你业障重 你烦恼重 你无名重 你障碍多 那些不能读得怎么办 你想想看这个道理 一个读到博士的人 像我们 你看你得人生 闻佛法 闻到大乘佛法 那么这个一关一关 这五六六六七也是这么说 那么这么难的东西 你都做到了 那你还有什么 理由说自己业障重 那么身我漠视 那没有办法解脱 那这个不就是 以前做到医生的时候 我没有力量 我书读的不多 我很多道理不明白 是没有错 但是 你是最有希望的 在这个世间上 你是最有希望的 最可能的 而且你要想到 你想想 你说我会想 我们周遭那么多人 像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乡下 学佛的人 如果我们那一村 如果有一万个人来说 可能都没有一百个人 学佛 我看都不到 不到 那么现在可能多一点 我刚学佛的时候 大家都笑我 那个头脑坏药 吃素 大家笑我 出家 不笑人家 更笑得更严重 我出家的时候 我的妈妈一个月 不敢去菜市场 人家都想她 你喜欢她 你为什么 你儿子你让她去出家 怎样怎样 年轻嘛 所以 那些人不懂 你不能怪她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这个是对的 那现在我们有点像这样 有点像说 你现在还在研究佛法 还在了解那些 那些没有用 只有往生 只要往生净土 好好念佛求往生这一条路 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观念是错的 这个导致你中国佛教 长期以来 激落不正 没有人懂道理 那没有人懂道理 会发生什么事情 越错越离谱 不找得因果的道理 越错越离谱 人家说对就对 人家说好就好 人家说这样修就这样修 人家说这样修有成就 你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 最常见的 我最常见的就是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超度冤心寨主 那遇到有事情 就会觉得 这个是所谓的冤心寨主害主 那冤心寨主就是背后障碍你的人 伤害你的人 准备想办法害你的人 通常都是这样的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我们最常写的就是 累劫的冤心寨主 历代的冤心寨主 你信什么 你就什么事的冤心寨主 因为通常都是这些人在障碍 那你一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再跟你讲 你没有超对的 祖先障碍你 讨不到功德 讨功德 那你要怎么称功德 你要拜托我好感觉 就常见的这样 那有些人就容易被恐喝 我看你背后跟着两个 他就害怕了 他就两个人心想 怪不得我最近都捧不顺 怪不得我家里不平安 就连上去了 怎么会这么想 长期以来就是这个观念 导致于你 对于什么事情的现象发生了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难道你以前就是认为 遇到这种事 就把他请走 要怎么请 要超度啊 自己念就不行 自己没有功德 要请那个出家人来念 要请很多 坐大一点 超度走就没事了 如果还有事呢 你超度的功力不够 或是这个人超度走 还有其他的人来 还要超度 真的 我以前刚学我的时候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一有事情 然后 活教就是这样 冤心在主 那怎么样超度冤心在主 诵经啊 诵经回向啊 诵一百部帝章经讨功德 功德可以讨的吗 功德可以送的吗 但我们不清楚嘛 大家都这样说 大家都这样做 那你不相信吗 宁可信其有 就是这样啊 久了久了就 已经不清楚了 又加了很多染料进去 越不清楚 越迷信 那当然不能解脱啊 当然不能成就啊 五卓二事是谁造成的 末法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自己造成的 谁让这个法变 正法变成末法的 还不就是 还不就是 大家不清楚嘛 那么一个影响很多个 那就乱成一团嘛 就是这样来的啊 五卓二事 难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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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别人造成的吗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也生下五卓二事 他可以成佛 舍利佛募见人也生下五卓二事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成解脱 那为什么你生在五卓二事 你就注定要做三二道 你就只能往生进度 只有这一条路 还不一定可以往生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那个朔博世界也叫做五卓二事 你没看 吴教授金也是这么讲啊 不恶 无痛 无伤 那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就这样了啊 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这样了 他就叫做 惠土 他就是五卓二事 难道他生在净土吗 没有啊 他没有生在净土啊 那释迦牟尼佛告诉你的方法就是 你怎么样在五卓二事成就 他不就是这样了 他有告诉你你生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生的时代是有佛的时代吗 没有啊 没有佛啊 那个时代哪有佛 是他自己成佛来在告诉大家的嘛 哪有佛哪有正法 没有正法 连正法都没有 我们还有正法 甚至我们有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法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连前面的佛留下来也都没有啊 那你的条件会比他差吗 没有啊 你至少还有这些经典至少可以医 他没有啊 他就是那九协一种外道 六四外道 但是他都可以 那你说我们又不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啊 你没有学你就不是啊 你学了你就是嘛 那 我常常说中国佛教最大的物体就是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赖给冤亲战主 他害的 那怎么解决 因不对谷就不对 把他操肚子就没事了嘛 他障碍我 我把他擒走就没事了 就变成这样 所以所有的法门法会都是在超度冤亲战主 你看啊 不同的忏 不是真的你去忏悔 而是 忏悔我遇到这个冤亲战主 我替这个冤亲战主忏悔 是这样 因为他痛苦 害我也痛苦 因为他不解脱 在轨道 在地狱道 因为我跟他的姻缘 所以他障碍我 所以想办法让他有功德 把他操肚子 我就得解脱了 我就不会痛苦了 不管你拜什么忏 拆开什么我会 都是这个观念啊 解决的方式都是这样啊 不统合忏 也不是你真的去忏悔 我做错的是什么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应该以后要怎么做 没有 那么都是 我过去中可能造了什么 因为伤害了什么人 那些人不放过我啊 好啊 那么我忏悔 我伤害过你 那么我也替你忏悔 那你赶快去抖身 赶快去解脱 不要再来障害我 都是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 你就是拜了一千年 一万年 你的问题都不会解决 佛教都没有正法 当然没办法啊 当然会斗三个道啊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怎么修 你都不会修 那你 你说 你说你看 现在有几个人修行成就的 那你都没有真正在修行 怎么会有成就 你都不知道怎么会到达目的地 你都没有方法 忙修其他念 怎么可能会有成就 所以对自己没信心 那对佛法没信心 没信心来自已不了解 不了解佛法 所以对佛法 起不了真实信心 就是凭借那些什么想像 凭借那些想像 那每天都在猜 哪一个菩萨最感应 哪一间妙最灵感 哪一个造功德力最大 哪一本经送的比较有效 每天都在想这些 最快 最容易 最有效 最好的 付出最少的 得到最多的 用的时间最少 享受的时间最长 都在想这些 就是什么 心存侥幸 贪图方便 我只要出个钱 请个人把这些 因为问题在他身上 问题在殷勤在主身上 他来障碍我的 让我痛苦的 让我障碍的 所以我只要花钱 请人送金送给他公的 把他送走 我问题就解决了 方便啊 很简单啊 但是这个真的可以解决吗 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他是王子啊 他没有钱啊 那个时候婆娘们做 也多啊 很多啊 他怎么不去做 波斯利王 国王啊 很有钱啊 他妈妈往生 他怎么不去做 怎么不请 他那么扶持 如果是我们现在 波斯利王还在世 释迦牟尼佛还在世 波斯利王的母亲死 第一个一定请释迦牟尼佛 带着舍利佛 牟尼阿拉 不用 不用 阿罗汉有几万个呢 不用啦 不用多少个 一百个阿罗汉就好了啦 一百个阿罗汉就好了 也不用诵经啦 来这边给他 来这边 也念一部心经就好了啦 那照我们的观念讲 哇 佛亲自 因为他是他的道父法嘛 佛亲自带着舍利佛 牟尼佛 大家这可能不要出来啦 但是舍利佛 牟尼佛一定会 阿难 这些 全部都来跟 全部来跟波斯利王的母亲 念一部心经就好了 波斯利王的母亲 我看 就变成 那么多 连我都出现 来跟他诵经啦 他会不会解脱 没有解脱 也直接做到道立天王 如果我们现在观念就是这样 可是波斯利王去找佛陀佛 都怎么跟他说 人死了 无常 一切 就是只劝波斯利王 事件就是无常 所以你在 你母亲死了 已经没有办法说改变了 现在你要的是 你要知道无常 你自己要改变 赶快修 赶快修善 赶快修行 这个才是真的啊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业 都是自己造的 那么自己可以决定 那么你是人 而且你能够学习到佛法 你能够明白佛法 你能够 我们虽然没有遇到佛 但是我们遇到佛说的佛法 就等同遇到佛 金刚经不是讲吗 此间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这个是什么观念 就算佛来了也是这样跟你讲而已 你以为 你以为你遇到佛 佛放光 佛放光 那你就得解脱 没有啦 那个光就是智慧 佛告诉你道理 你明白了 你可以得解脱 你照着修行 你可以得解脱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都不是啊 甚至你在参加法会的时候 天天都在想着 如果佛可以看见我 我看到光 好 我就是得功德的 不是 不是 真正得到功德是 我了解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功德 第二个功德是 我一直去做 然后得到它的作用了 效益了 那么气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 这个蔬菜有这个营养 这个蔬菜跟这个蔬菜一起 可以治疗你的什么问题 你知道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真的去买这些蔬菜来做 就如你的做 如反的做 做出来 吃下去了 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就是了 佛法也是这样 那世纪都告诉你 在这个时代 你买不到真正的菜 你就算做了也没有用 因为它那个菜 已经失去它的营养了 你唯一的就是吃一个药 叫做阿弥陀佛这个药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 不要念阿弥陀佛 就是你们要 即使要念 你也要知道 他是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念 我们上一节课有讲 念佛是什么 你念佛的这一生 他出现带给你什么影响 他告诉了你些什么 你学了些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有这样的作用 那你得到的这些作用 你要怎么算 你要怎么办 佛是怎么样的 佛陀佛现在不在了 是不是你所学的东西就没有了 他留了给你什么 你能不能用 你好好想清楚阿 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作用 念佛是怎么样修行的 意念 了解 明白 清楚 然后去实践 那佛是怎么修行的 不行 菩萨道 他消除烦恼 他有没有请佳瑟佛 佛的前面有佛阿 他前面就是佳瑟佛阿 他是蓝灯佛跟他授记的阿 他有没有念蓝灯佛 念佳瑟佛 然后佳瑟佛 佳瑟佛就加持他 然后他就消穴障 有没有这样 没有阿 你在表里经典看到 释迦摩尼佛是这样修的 释迦摩尼佛有天天拜 他有赞叹 他有赞叹佛杀佛 有赞叹一切的佛 但是他为什么赞叹他 我要跟他学 这个人好 这个人厉害 这个人清楚 我要跟他学 然后你看他是怎么修的 那我们是怎么修的 他是怎么想的 那我们是怎么想的 人家是怎么说的 我们是怎么听的 那你学的是佛法 那你学的是佛法 那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不明不白 以为自己在学佛 完全 有一些完全 根本不是佛教的 连佛的影子都见不到 真的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家是拜千岁的 王爷 民间都是王爷信仰 那我小时候 人家 读国小的时候 不是都要写宗教信仰 也都是写佛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佛是什么 但是人家就跟我讲 你拜神的就是佛教 我们都写佛教 你的宗教信仰佛教 我也不会写道教 都是写佛教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连佛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现在佛教懂 知道什么是佛 但也不真知道 什么是佛 你以为 你以为科格斯加摩尼佛像 你叫人拜 你就是佛教徒 不是 佛是什么 佛是觉者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真理是什么 元起 你懂元起吗 正德元起的方法是四弟 你懂四弟吗 你都不懂 你到底觉悟什么 你是觉者的弟子 那你跟觉者学到什么 人家是觉者 你不但不是觉者 你还不知不觉 后知后觉就罢了 你还不知不觉 而且你还坚持 你的是佛法 就好像我小时候坚持 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 其实我都不晓得佛是什么 但是人家告诉我 这个是佛教 我就是佛教徒 那是佛教徒 妙禅的 妙天的 如胜焉的 也说他是佛教徒 那你看 那你跟他们有什么差别 你好好想这些问题啊 差别不是说 他那个是邪教 我这个是正派的 可是方法都一样 他处理事情的方法 他的观念跟你处理事情的方法 你的观念都一样 那你跟他有什么差别 你跟他没有差别 那你是佛教徒 他不是佛教徒 你是正统的 他是外道 或是相似佛教的 他是邪教的 那差别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跟他处理的方式 有没有不一样 你看在事情的观念 跟他看在事情的观念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 只是拜个神不一样 只是信仰的那个人不一样而已 那个权威者不一样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就好像基督教徒 祈求上帝 回教徒 祈求阿拉 我们祈求阿弥陀佛 祈求释迦佛理佛 祈求观念佛祂 不是一样吗 只是那个相不一样 那个心都一样 那个行为都一样 那个观念都一样 那你的觉者在觉什么 你的佛教的佛是什么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根本想都没去想这个问题 那到底什么才是佛教徒 佛教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宗教 殊胜于其他的宗教在哪里 一般的佛教徒都说 佛是最高的最救星的最伟大 真实有功德的啊 那我念上帝跟念佛 念阿拉跟念阿弥陀佛 我求上帝帮助我 跟求佛头帮助我 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问题找佛 佛就帮我解决 跟我有问题找上帝 上帝帮我解决 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没有好好想这个问题 没有啊 那你就觉得我很虔诚 我相信人只要虔诚 那么佛就会感应 是啊 人虔诚佛会感应 但是那个感应是真实的 外道难道没有感应 印度教徒也看见师婆神 天主教徒看见圣佛玛利亚 基督教徒看见耶稣 佛教徒都能够看见上帝 甚至道教徒都可以 看见他能拜着神 老子啊 都可以看着见 但是那个是真的吗 真正的佛是什么 真的见佛是怎样见佛 见到佛那个三十二次教 才是见佛吗 不是啊 见到佛所物的道理 见到佛所见的真理 这个你不弄清楚 就天天很虔诚 很专注的 在那边修行 到底在修什么 遇到問題就怪自己業障重 更虔誠 可能送一部地藏經不能消業障 要送一百部 一百部地藏經不能消業障 還加上一百部的人員重 才能消業障 很多人就是這樣 自己念不能消 要請法師來念 請一個法師不夠力 要請越多的法師越夠力 越有修行的法師來幫你念 越夠力 這個是佛教嗎 根本不是佛教 可是大家都這樣 可以說一千年來都這樣 一千年來都這樣 從明清以來都這樣 到現在還是這樣 多數的佛教徒都是這樣在過生活 虔誠是很虔誠 那麼也很謹慎 有的也很謹慎 也不敢造惡業 但就算不敢造惡業的 也都害怕會下三個道理 因為他也不曉得 他總會想我過去造了很多惡業 所以我才會現在出現在這個世界 受這些苦 我因為煩惱中 所以佛法的很多道理 因為現在的佛法曉得很深奧 你會看那些很深的東西看不懂 那就怪自己 是我無名重 智慧淺薄 所以現在的經典我都不能體會 我都不太明白 就算人家講了很久 我還是不明白什麼 就算明白了 只是明白他的道理 我也不能拿來修 也修不了 然後一定是我的業障重 一定是因為我身在莫返 所以沒辦法想一想想一想 繞了一大圈還是老實念佛 就等著要往生 可是又不能馬上往生 就開始會懷疑 反正就很多是這樣 這個是我看見 我看見非常多的佛教徒的問題 那沒辦法啦 怎麼樣 一定是業障重 趕快去參加拜餐 哪裡有法會就去參加 哪裡有寫小牌的 不夠力就寫大牌的 都是這樣 人家以前跑道場 是因為自己不明白 餐這個法師 餐這個法師 明白那個道理 現在跑道場都是在拜餐 都是在 都是參加這個法會得到那個功德 參加那個法會得到那個功德 那你到底得到什麼功德 功德是什麼 作用 你送了這布巾 這布巾對你產生什麼決定性的影響 讓你改變什麼樣偏差的行為 他修正了你什麼錯誤的觀念 改變了你什麼偏差的行為 這個才是功德 這個是你誦經的功德 那你去誦經回來 什麼都沒改變 觀念還是一樣 那你就當你想明明說我才在這個法會 我就點去了一個功德 那功德是什麼 你都沒有改變 你唯一的功德就是 去那邊送親感覺到很殊勝 敗很好聽 那個心很激進 那回來呢 回來是一樣 該有的煩惱一個也沒有少 錯誤的觀念一個也沒有變 原本的行為 習慣不好的行為習慣 也都沒有修正 因為不知道要修正嘛 那你到底改變了什麼 你只是去參加的時候 感覺那個氣場很好 那個法師這個放敗很好聽 大家很莊嚴 那個放敗啊那個聲音很激進 那出來就沒有了 就好像你去一個冷氣房 去把握公司冷氣房 吹個冷氣出來一樣熱 問題沒有改變 只是在冷氣房的時候 感覺好一點而已 哇 這裡很清涼 那沒出來就沒有了 你去到場出來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改變 但是在那裡感覺良好 就是這樣啊 我講很多都這樣啊 然後就老是去追求那個感覺 因為在家裡面這種感覺嘛 不容易有這種感覺嘛 在道場裡面有啊 因為大家莊嚴束褲嘛 你又不敢隨便動 又不敢隨便講話 然後跟著送金聲啊這樣 犯音繞繞 特別清涼 那什麼是清涼 沒有煩惱才是清涼 那你去了出來之後 你離開了道場之後 有了煩惱 你那個清涼感能不能起來 沒有辦法啊 有了問題能不能解決啊 沒有啊 再去啊 再去一次 真的不行啊 就去觀音菩薩目前 哭給觀音菩薩聽 我告訴你 這次我實際上看過很多人都這樣 不會解決問題 不知道問題的因是什麼 所有的問題都怪怪到業障 冤青在主 所有想得的都是求的 求觀音菩薩求不到 就求地藏菩薩 這裡的觀音菩薩求不到 就到普陀山去求 因為那裡的比較靈感 這裡的不靈感 哪一間廟比較靈感 你就好像道教一樣 哪一個殘層比較靈感 有哪裡的觀音菩薩比較靈感這件事 觀音菩薩在普陀山的時候比較靈感 到了西周他就不靈感了 沒有那麼靈感 就變成這樣 這個叫做觀音菩薩 那問題是出在哪裡呢 所以這一些觀念 很多人都沒有好好想過 一直在學佛 一直在念佛 念的不知道是什麼佛 學的不知道是什麼佛 這個因來我們真正有要修學 真的是佛教徒 我真的要好好把這些問題想清楚 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 老實說 因為你接觸的進去的 大家都是這樣跟你講 都是這樣跟你講 所以你當然你也學一些佛法 但是一定是 根本目的就是我要念佛 學生俱讀 因為在這個世界沒有出土 求其他的法門沒有出路 在這個世界是沒有出土的 在求其他人是沒有出路的 所以這個是明清以後 所有的宗派都歸入進土 就是這樣 都倒歸進土 我不是說進土不好 但真正的進土是什麼 真正的進土是什麼 真正的念佛是什麼 上禮拜有講 念佛 往生進土 很多人沒有弄清楚 好 現在我們當然還是在講進土 這個是導師醫者 佛教他基本上 尤其是中國佛教 編的一個所謂的成佛之道 那麼順著這個世間 順著這個世間 念佛求生進土這個觀念 然後講 從大聖不共法來講 有兩個進土 那麼前面講到什麼 往生 要往生極樂世界 都是那種比較雀末的 想成佛 又不想修那麼久 修那麼苦 難行能行 佛哨道 難行能行 難捨能捨 可是他沒辦法 但是極樂世界 你要往生 你至少要厭禮 你要有出離心 他又沒有 可是又要往生進土 好 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看 所以 他說 然後又說東方要是六地光進土 然後是四銀光另外一類更新的 那麼 彌陀佛的極樂進土法門 是厭氣現實的結合 他主要重在初離心 他就是初離心跟普提心的結合 修行就 五身就三種心 真上身心 初離心 普提心 他又想成佛 但是他又不想那麼久 但是他一定要有初離心 那世間也很少思想 一般啊 其實這個很多都是對在家去思想的 然後 他只是說希望未來 過得比現在好 我未來的世界比現在好 像我已經是這樣 他在晚年的時候 受到阿澤世王 他兒子的生不孝 把他關起來 他希望他未來的世界 不要再有這種情形 他希望未來過得比現在好 但是他已經年紀大了 他年紀大了 他雖然護持釋迦牟尼鳳 但實際上 他也去聽法了 但是他不如 不如波斯尼王跟 特別是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是很有智慧的 而且他 莫利夫人常常去受八關待見 常常去受八關待見 而且他非常有智慧 他天文佛法 他會思維 重點在要想 像我們送信 我以前也不會想到時間 我以前總覺得 因為你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把尖文虔誠專注 一字不悟地唸 以前我在福利等佛學院 唸大波勒經 我最怕的不是不懂道理 最怕的是唸錯字 所以那個六百尊大波勒經 因為以前的觀念也是這樣 覺得把它唸完就會增長智慧 最早是唸金剛堅 然後因為他就是波勒 我們總覺得唸波勒經就會有波勒 然後我最怕的就是唸錯字 所以我都先看一遍 如果有那個字不懂 我先查這一點 一唸錯字功德就減少了 而且還有過思 以前也不知道 以前就是傳統我就是這樣講 那我們就這樣修 那一有問題沒辦法解決 就是什麼 就拜佛 就覺得自己業障重了 就覺得自己業障重了 所以才會障礙多 所以人家可以明白 你是不明白 所以業障重就拜佛 拜佛就消業障重了 都是這樣想 其實真正障礙你的 就是你錯誤的觀念 真正障礙 你看就一直障礙住 真正沒有辦法解脫 然後因為一直罷悠 都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就真的覺得自己是業障重 就真的覺得自己真的是業障重 所以都那麼用功了 還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看他業障重重 然後就越來越相信自己業障重了 沒辦法 好啦 阿彌陀佛功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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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隱難 隱難過 等我死了 我就到佛土去 就可以成佛了 我業障就減輕了 就這樣想 這個才真是業障 這種觀念就是業障礙住你 障礙住你不休閒 不知道怎麼休閒 不能得解脫 不能成佛 這個觀念障礙住 真正障礙的就是你錯誤的觀念 跟錯誤的修行方法 解脫道理是這樣 三解 身見見信起疑 疑就是對佛法不明白 對佛法解脫的道理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明白 對佛法不明白 有疑嗎 你看佛土要弄念板 跟他的弟子怎麼講 你們對以師弟有疑的 現在趕快說出來 幫你們解決 對佛法有疑 一個就是什麼 借進取 非因 濟因 非果 濟果 這個事情不是這樣的 你要到我們那個地方去 不是走這一條路的 你堅持走這一條路 因為以前人都走這一條路 非因 濟因 非果 濟果 然後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那種感應路 信心增加 連一條鳥吃了那個 金紋的種子都會有智慧 這個你也信 一條鳥不小心 那個金剛金的紙吃掉了 然後他吃掉那個紙 吃草的時候把那個金剛金的紙吃進去了 來生變成一個有智慧的人 這種事情可能嗎 你只是吃那一張金剛金的紙 那金紋吃進去消化了 變成沒有智慧 有可能嗎 敢一路裡面寫的你也很相信啊 錯誤的東西寧可信其言 錯誤的觀念深信不疑 相信權威 相信傳統 相信多數人所相信的 你看 你不是糟糕嗎 佛陀如果像我們這樣 他不可能成謀 在當時他那個條件上 大家都這樣做 大家都說解脫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在錯誤裡面 你看 其他就有很多祖師 但是那些 他認為這樣就是涅槃 他如果全部都相信了 現在沒有佛 現在沒有佛 重點在他會思考 真的是這樣嗎 為什麼是這樣 他會思考 他才能夠明辨 這樣講可能不一定對 所以我們先正學佛 要學的就是先學位思考 那我們不是啊 從學佛到你往生 你只會跟隨 只會跟隨 不會分辨 這個祖師這樣說 我就這樣做 這個師父這樣教 我就這樣學 不要懷疑 要相信 我不是叫你完全什麼都懷疑 但是你不能夠只是相信 真正的相信是建立在了解上面 真正的相信建立在了解上面 真正了解才能完全相信 你那個是片面的相信 所以很容易跟不穩 很容易倒 很容易倒 沒有風 看起來傾傾欲立 風一吹 大水一來 連根都不存在 你要沒有障礙 你要沒有痛苦 你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議 一有痛苦不能解決 有些人就反過來相信自己的夜上慎重 有些人就覺得佛法也不是我們說的那麼靈感 真的就有這種的 所以佛法的靈感不在於 你的問題佛會幫你解決 在於佛告訴你解決的方法 你用對了 不管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解決 而不是不管遇到什麼問題 佛都可以幫我們解決 很多佛教徒觀念錯誤沒有改變 天天強調的就是功德 敏感 敏諺 感應 追隨這個大師 追隨那個大師 參加這個晚會 參加那個晚會 到這裡朝山 到那裡朝山 全部在塌立的範圍裡面 這個是很糟糕的 佛教之所以不能興盛 在於佛教徒不知道佛法 在於佛教徒沒有認識真正的佛法 正法久住 什麼是正法 沒有人知道 不是說沒有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所以聖元法師講的一句話非常好 我一直覺得 他講得很好 佛法那麼好 知道的人那麼少 在台灣呢 台灣可以說是佛教徒最多的地方 認識佛法最多的地方 佛法那麼好 知道的人 你不知道佛法嗎 我們以為知道 其實不知道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說 知道的人那麼少 真正能夠照著修的人更少 知道是知道 你不一定去做 因為你覺得你做不到 你就覺得 我也知道是這樣 但是我就做不到 不相信自己 相信佛法不相信自己 這個也有 這個也很多 但是知道已經很好了 有些人經過一句 他是知道的 但是後來他是知道佛法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做得到的 那個就是佛法 不是真知道 佛法就跟你講 他跟你講 其實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佛不會講你做不到的事情 佛不會講你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 他不會告訴你 他不會告訴你 天年才修得到的 他告訴你的都是你可以修的 你可以做的 他不是叫你移山倒海 孔子講的嗎 要成為聖者 因為孔子的聖者也不是那麼難 他們是聖賢 那很多人也覺得很難啊 孟子說 不難 你想想 忍是什麼 就是你的慈悲心的 發自於你自己的 你為長者責之 你為父母去做一些事 這些都是忍的開始 從這些開始做 做不到嗎 很難嗎 又不是叫你在天上的月亮 這個就做不到 可是你就覺得那個太簡單 不是 從這些開始做 佛教也是這樣 五屆時尚開始做 可是很多人連三歸都沒有 歸於佛 總不歸於天謀外道 我們是歸於佛 也歸於很多天謀外道 真的 你看現在的佛教主 你只歸於佛嗎 沒有 所有的天謀外道 你一起歸於 你一起歸於啊 真的 相信佛 但是也相信很多鬼神 而且相信鬼神的成分比相信佛還多 這是我看到的現象是這樣 真的 歸於法 總不歸於外道等級 你相信 你現在所學的法 很多不是佛陀教給你的方法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會分辨青海的 盧聖宴的 盧台長的 廟產 廟天的 那麼多大學生都信 你看佛法一起來都跟外道一樣啊 佛法一直以來 他的方法 他的思維方式 他看待事情的角度 他處理事情的方法 都跟外道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這個是佛像 這個是正統的出家人 這個不是正統的出家 就只能這樣分辨 佛法真的只是這樣分辨而已嗎 從向上去分辨嗎 內容都一樣嗎 不可能 不是 不是這樣 你只能從這個人有沒有穿醫師法 來看他是不是醫生嗎 醫術不重要嗎 能不能治變的人力不重要嗎 現在都變成這樣了 我們再往底下看 現在講到 他說 這個是驗氣 獻死人間的 所以往生進度其實是要出力性的 可是現在人要是這樣 現在人念的是阿彌陀佛 但是用的是要思維的方法 不驗禮這個世間 但是求生極樂世間 但其實真正你要 他的方便是你要驗禮這個世間 像偉奇希這樣 可是又沒有偉奇希的 沒有偉奇希厭禮這個世間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只有偉奇希希望死後 生到一個好的地方的觀念 多數人是這樣的 這個另外一個方便 這個是要釋放 不捨憲法樂的 真正念佛的人其實很少說 不捨憲法樂的 他沒有願禮這個世間 他對家庭 對這個世間 其實他是很貪戀的 對美食啊 對五欲啊 其實他還是很貪戀的 但是他就覺得 我就這樣阿彌陀佛 死了之後 受命見了 阿彌陀佛就來接我 接我去之後 我就在那邊不久 不久就受無聲法人 然後不久就成佛了 想的美 我告訴你 真的 你想的美 那我們就來看 所以他講 現在導致在分辨 我們流傳在中國的兩個主要禁途法門 它的一個差別在哪裡 另外一個就是多帥禁途法 那個是在武僧共法裡面 那個也不捨憲法樂 但是他不是大勝不共法的禁途 就是要成佛的 他當作多帥 身在多帥禁途 他是在那裡 然後跟著佛六菩薩再來人間成就的 他也不是成佛的 可能就是榮華 榮華上會所寡的時候 你可以得解脫了 好 那麼韋提西夫人 深感世事的痛苦 不願再生此事件 就是這樣的觀念 這個事件他過得很苦 其實真的來講 韋提西夫人 前半 如果他有八十歲 他前面的六十年都是幸福的 他做王后 只是到晚年的時候 被這個不逆子 他才 真正他前面想見一切榮華富貴 這個事件老實說 一般人都沒有他那麼幸福 但是因為他晚年 就被他兒子搬起來了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世間 如果想他前半生 那可幸福了 我告訴你 他跟一般的人比較起來他是幸福的 但是因為他做王后他就覺得 這個晚年辛苦 他就覺得不想再來這個世間 那這個是觀無量壽經的緣起 比如說 無量 我們有說過 無量壽經跟觀無量壽經 那個因是不一樣的 無量壽經是法戰比丘 他是國王 他去見世曼蒙 被這個佛射送 他學佛 他是念佛 學佛 成佛的 他 事實要我給他看211的佛國土 你看這個現在的那個佛 他是怎麼度眾生 他的國土是怎麼樣 那這個佛 他是怎麼度眾生 他的國土是怎麼樣 他怎麼治理他的國土 他怎麼度化他的人類 那麼這個佛再給他看 就有一點像我們 我們打開電腦看 你看歐洲 有英國 有比利時 有法國 有德國 他們的總理是怎麼樣 他們的人民是怎麼樣 他們的建設是怎麼樣 就像這樣 給你看 你看哪裡比較好 哪裡的環境比較好 哪裡過得比較舒服 那法上比丘看完的時候 沒有說 那你很好 告訴我 佛你告訴我要怎麼樣去到那個地方生活 他沒有怎樣 他是學佛成佛的 他是學佛成佛的 那麼他跟我講 跟釋迦佛講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那些佛都是怎麼修行成就的 問這個個什麼 我也要這樣修啊 我也要這樣學啊 我也要像他們那樣的成就 他沒有說 你告訴我怎麼去 我也可以那樣享受 他是說 要怎麼修行才可以像他們那個樣子 你看 這個就是法藏比丘的念佛法 然後佛 他看完了之後 綜合所有的佛 每一個佛他都要學 所以他用五量節修行 學佛 然後成佛 成佛世界 這個是法藏比丘的念佛法 念佛 學佛 成佛 那維吉西的念佛法文不是這樣 維吉西是受苦 然後這個告訴佛陀 就求佛嘛 佛來獻前給他看 他說我為什麼會這麼苦 有沒有一個地方不那麼苦的 佛就給他看十八個淨土 他看了看了 哇 極樂世界最好 請佛告訴他怎麼去 我要去那個地方 念佛 求佛 往生淨土 法藏比丘的不是這樣 法藏比丘的是 念佛 學佛 專演淨土 你好好看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念佛 學佛 那些佛到底是怎麼成就的 他看清楚 想清楚之後 這個是這樣成就 所以成就這樣的狀眼 這個是這樣成就 所以成就這樣的狀眼 就好像佛有三十二項狀眼 牙齒為什麼那麼整齊 那麼他的眉毛為什麼那麼好看 他三十二項 每一項都是怎麼修的 好 我每一項都要修 例如說佛有三十二項 手先長相 然後皮膚很好嗎 牙齒很整齊嗎 他是怎麼修的 那我要像牙齒那麼整齊 我要像牙四十尺 那是怎麼修的 不打妄語 口業清淨 不講惡口 口氣清香 口齒整齊 講惡流利 那就修口業嗎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屈 然後那個身相 那個皮膚細嫩是怎麼說的 心條樓 常常 常人家講佛 我就這樣修 每一個我都修 我不只是要一項莊眼 我要三十二項莊眼 我不只是要一佛的那個莊眼 我要所有佛的莊眼 人家法善比就是這樣子的 你看這個才是真正念佛 這個才是真正念佛 學佛 然後怎麼樣 佛是怎麼成佛的 成熟眾生 度眾生成佛的 不度眾生就只能做辟知佛 不度眾生只是辟知佛 你度眾生才是無上正能正覺的佛 那他怎麼成佛的 要度眾生 要怎麼度眾生 用莊元國土來成熟眾生 佛善道就是這樣啊 莊元國土成熟眾生 法善比兄也是這樣說 你念阿彌陀佛 你知道阿彌陀佛怎麼成佛的嗎 不知道 你只要念阿彌陀佛 我去到阿彌陀馬那邊 阿彌陀佛就保我成佛 只是這樣想 這個真的是念佛嗎 不是 你想想喔 你觀念好好想一想這些東西 高數人 多數人的念佛就是 阿彌陀佛功德最大 阿彌陀佛願力最大 阿彌陀佛威德力最大 阿彌陀佛跟我們最有緣 你求他去他那裡 他保你成佛 你只要去到極正世界 你就成佛 所以你現在 什麼事都不要做 什麼經都不要聽 什麼都不要多想 一起念佛 等著成佛就好 害死中國佛教 這種觀念 以至於大家都不明不白 道理都不明白 可是 這個真的是 無量壽經 傳給你的念佛法門嗎 你有研究過無量壽經嗎 他真的是這麼講啊 他裡面的經文 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你好好研究過 你就知道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法上比丘 他是怎麼稱呼的 你念的是阿彌陀佛 你學的是韋提西亞 韋提西才這樣啊 那個最好告訴我怎麼去 我只要去那邊 我就不用痛苦了 誰讓你沒痛苦的 阿彌陀佛讓你沒痛苦的 佛如果可以讓你不痛苦 不用你去到那裡 他才讓你不痛苦 你在這裡 他就可以讓你不痛苦了 是不是 為什麼要你去到那裡 他才讓你不痛苦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能力 如果他可以加持你 他的手都可以伸到 伸到所有世界的加持你 讓你不痛苦 如果他可以保你不痛苦 那也不一定要到那裡 才讓你保你不痛苦 你去那裡還是休閒 就跟在說果世界一樣休閒 那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就休閒 他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告訴你在這裡要怎麼休閒 而不是要怎麼去那裡 因為你只想去那裡 離苦得了嗎 所以他就告訴你 你要在這裡怎麼休閒 才能夠去那裡嗎 其實是這樣 那你就天天講著 只要能夠去那裡就好 就忘記要怎麼休閒 他其實是告訴你 你要在這裡怎麼休閒 你才能夠去到那麼好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陰 休閒是陰 那麼你得樂是果 那因為你一直想著去嗎 所以他就方便跟你講 那裡多好 多好 多好 但是你必須在這裡要怎麼做 那你這裡做你就有那個陰了嗎 可是你已經忘記 也不知道在這裡要怎麼做 你天天只想著 我去那裡 我要去那裡 我有一天不去那裡 我可以去那裡 就想著這樣 結果什麼事都沒做 人家照你修功課 你也不修 你忘記最重要的 就好像告訴你 你要買菜 你要切菜 菜要怎麼用 要怎麼放 你都不記 你只是想著 那麼時間到了 我就有菜可吃了 媽媽就會幫我煮一盤菜 天天唸個媽媽媽媽媽 時間到了媽媽就一盤菜 現在在前面了 你看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你念的不是真的阿彌陀佛 你念的是韋迪西亞 就好像你學的不是佛教 你學的都是鬼神教 一樣的道理 那你如果真的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念的是阿彌陀佛 那你知道阿彌陀佛怎麼成果的嗎 你知道阿彌陀佛怎麼想的嗎 你知道阿彌陀佛怎麼修行的嗎 你知道阿彌陀佛怎麼將你的嗎 你知道他的國土這麼莊嚴 都是怎麼來的嗎 如果他必須要這樣修 才能有這樣的莊嚴國土 才能有這樣的功能 你不用這樣修 你就有這樣的莊嚴國土 就有這樣的功能 你比他還厲害 以後念你就好啦 對不對 你托我做什麼 你比他還厲害阿 他還要修才能成就 你不用修就能成就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念你就好啦 你比他還厲害嘛 是不是 你不用學嘛 你不用這樣做 這可以有他的力量 有他的成就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你的無知 你的無知成就於你的障礙 最大的業障就來自於你的無知 無明就是無知 無明有很多種 最大的無明是不知道無我 當然是不知道無我的全面就是 不知道因不知道果 不知道一件事的事項 背後他的原理 什麼都不知道 最麻煩的就是你什麼道理都不知道 只知道念佛 都不知道 又不知道念佛念的是什麼佛 這個最麻煩 現在很多念佛都這樣 念佛都這樣 什麼都不管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學 只知道念佛很糟糕 只強調佛的威得力 只強調這個世界的誤會 只強調自己的業障 只強調念佛的殊聖 只強調進度的莊嚴 都沒有強調名義 這些是怎麼成就的 因跟果 偶義大師是念佛的 但是他也告訴你 信有六信 信自信他 我們只信阿彌陀佛 其他都不信 你還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 信自信他 信因信果 信事信你 他雖然也極力強地要往生進度 但是他也告訴你 要有六信 要信音信果 信事信靈 你什麼都不信 只信阿彌陀佛 連自己都不信 你這個真的是念佛嗎 念阿彌陀佛也是這樣 要師佛也是這樣 還是你這一貫道 念彌勒佛也是一樣 那你想啊 你念阿彌陀佛跟一貫道 念彌勒佛有什麼不一樣 你想一想有什麼不一樣 討論起來其實都一樣 那種觀念 那種行為 那種方法都一樣 就念的一定不一樣 我是念南摩 尼泰勒 你是南摩阿彌陀佛 這樣而已 那想法都一樣 那希望也一樣 死後就到米六那邊 三起收緣 這個是最後一起 青陽起 紅陽起 白陽起 那最後一起啊 那要收緣啊 那我們要往道 到無聲浪佛到米六那裡去啊 你想想你的觀念 你念阿彌陀佛跟一貫道 一貫道就念 念米六佛有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一樣 很一樣啊 跟基督教信上帝多永生有什麼不一樣 很多基督教也不曉得聖經的道理啊 只知道信上帝可以多永生 全程的相信啊 那這一些啊 佛教徒啊 我常常覺得 佛教之所以衰敗 責任在佛教徒的身上 不學習是最大的錯誤 那什麼導致你不學習 學習沒有用啊 學習也沒有用啊 你身在有佛的時代 你學還有用 現在沒有佛啦 有佛 有佛你學習就有用啊 學不對也沒有用啊 有佛的時代大家都解脫嗎 佛弟子大家都成就嗎 也沒有啊 沒有佛羅時代就不能解脫嗎 學了就不能成就嗎 不是啊 這種觀念要先改變 這個是借進去 你沒有去掉 對佛法的疑 就是你不認識 你不可能有成就 不管你怎麼修 頂多只是外道 頂多只是外道 外道也有一個修行啊 你不要以為啊 外道也有理論啊 一踏到理論啊 然後也有戒也有定啊 持著戒比你乾淨啊 你看那個奇奈教出門都要拿掃帚啊 無意中殺死的都要避免啊 出門要戴口罩啊 用一個布紗布包子 不小心蚊子小動物會進去死掉了 持著千不千去 我們都沒有持這麼親近啊 他吃的夠親近了嗎 可以解脫嗎 外道修訂啊 一馬一馬 佛頭一馬一馬 還有比他更苦的啊 一隻手舉一輩子啊 吃牛糞住樹上 水裡面啊 這一大堆啊 忍受一切的痛苦啊 我們都沒有這樣忍受啊 親近都沒有那樣親近啊 如果電路到飛翔飛翔那麼高啊 不能解脫啊 不能解脫啊 為什麼 觀念錯誤 方法錯誤 不會思考 只是知道跟著前面的人做 看到他那麼有力量 就覺得他就是對的 只相信權威 只盲目的跟隨傳統 相信大家所相信的 也不曉得到底是對不對 這麼多人相信應該不會錯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應該不會錯 我告訴你 就有可能錯 佛教徒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啊 真的 那現在我們真的要 我覺得 每一個佛教的 不管其實佛法的興盛 是四重弟子的責任 包括在家出家 那現在是在家影響出家 出家又影響在家 那都是不好的影響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正性的佛教徒 要反過來 因為你看 很多在家人要求法師要辦 要辦超度嗎 那法師 那在家人這些官員 又是法師告訴他們的嗎 那後來 後來又是 這個在家人要求這些法師的 就互相 都形成在這一種錯誤的觀念裡面 一直輪迴一直輪迴 單單錯誤都改不過來 輪迴怎麼能夠斷領 怎麼能夠解脫呢 解脫都不可能 怎麼能成佛呢 那你就 我都好好的 我往生到淨土 我就可以成佛了 這樣就可以成佛了 釋迦牟禮 我不用說那麼多 一開始就講 講一部阿彌陀經就好 大家去那邊成佛就好 找那麼多做什麼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這種普及心 還有責任感 好好學習佛法 把它學明白 弄清楚 弄清楚做什麼 第一個自己不會走錯 第二個告訴別人不要走錯 你有責任 因為這些你射受的人 未來都是你的眷屬 你所影響的人 未來一定會反過來影響你 真的 你以邪教影響他們 未來你就會受他們影響 走入邪教 你以正法影響他們 未來這些人 在你有可能走錯的時候 就會點醒你 這個都是你未來成就的資料 成佛的資料 所以為什麼要度眾生就是這樣 那你要怎麼度眾生 你要有正法 正法怎麼來 多聞熏習 要如理思維 是佛所教的 然後要怎麼樣 法隨法行去實踐 我們都沒有 多聞熏習也沒有 只是聽到 然後也沒有去想 然後也沒有去做 不用做 那好好 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成就了 這個是佛陀教的 好 我們在我底下看 那麼 有些至於異形道的更新 就是 就是 比較雀末的 比較雀末的就是異形道的 那麼 對於現實人間 如身體健康 家庭和樂 社會繁榮 國家富強 天下成扁 就是太平 並沒有厭氣的心情 多數人還是追求這些世間的東西 其實你說要放老實講也不容易放 但是你真正有 所以往生疾惡世界是要厭離縮伯的 但是我看真正很多念伯的人 其實也沒有厭離心 老實講 你說他真的厭離縮伯 我沒有 他只是 就是 貪戀縮伯 然後更貪戀疾惡 然後異想 就是心求疾惡 只是這樣 貪戀縮伯 心求疾惡 因為已經 已經要死了嗎 那不死你也要離開嗎 那離開我希望去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還沒離開之前 我盡情享受這個世界 通常厭伯的人是這種觀念 你說真的太厭離縮伯 我沒有告訴你 也沒有 也沒有 多數我看到的 就是執著這個世間 然後在我沒辦法再執著的時候 我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就這樣可以 好的都給你拿 好的都歸於你 你想的沒 真的 但是即使往生疾惡世界 是要厭離縮伯 他的就是心念法了 厭離縮伯 你對這個世界不能貪戀 那你說真的有幾個不貪戀的嗎 一面念佛 一面擔心 一面掛愛的 你的家庭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 你的什麼 你的財產 你的什麼 都是掛念這一些 你真的厭離嗎 你真的能捨嗎 這一邊捨不了 等到沒有辦法再捨 一定要離開的時候 再去執取那一邊 從執取世間到執取淨土 我告訴你 許多運佛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這邊沒辦法 一定要放 趕快去抓那一邊 那現在還 知道以後一定要放的嗎 時間到一定要放 所以先硬備著 先放在那邊 等到這邊不行了 趕快去抓那一邊就好 那麼這邊還可以抓的時候 多數的利益還是在抓這一邊 真的啊 真的就是要 心態都是這樣啊 那這個也不是真正的淨土法 這個不是真正的淨土法 它是要叫你驗你世間 但是這個就是初一心 它先培養你的初一心 那你不植取這個世間 因為植取這個世間 會產生很多過關 坦承知都是植取這個世間來的嗎 它是一個方便 那你不知道 你不曉得要放 然後抓得緊緊的 然後又一邊 我們說吃得完 你看著鍋魚就是這樣 在這個世界裡面的享受 然後一般面就是祈願 在我沒辦法要離開的時候 我又去享受那個更好的世界 就這樣 這個就是一般人的淨土法門啊 真的好好想 你看 你就看你周遭家念佛的人 是不是這樣就好 他真的 他真的對這個世間不止情 我告訴你 有時候更貪戀 那你誠誠心更強 看見誰不如意 看見什麼東西 不合他的意怎麼樣 執著心更強 那個愛證心更強 那愛的他什麼都要 那不愛的什麼都不要 就很恨他 那種 我告訴你 那種不是叫做燕靈 燕靈就是你對這個世間看開了 什麼都好 你們要怎麼樣都好 發生什麼事情都沒關係 我一心要去其他世界 就好像你都準備要移民到瑞士啊 假設我們只是舉例 你管他這裡前面的人 有沒有農藥 這個菜乾不乾淨 賣得貴不貴 你管那麼多 這我只是暫時的嗎 好像你去住飯店也一樣嗎 我暫時是來這邊 出家來這邊住兩天而已嘛 你這個通風不好 你為什麼忍耐過去就好 你會去跟他反應嗎 忍耐過去就好 這個電視壞掉 這個遙控器壞掉 這個冷氣不冷 當然你有時候會反應 但你不會那麼執著 因為你還是要住兩天的嘛 那真的沒辦法 兩天過後我就離開了 我管你那麼多 那你就說我世界很慘嗎 不慘啊 真正的怨你就是過客而已嘛 你暫時在這裡而已嘛 所以我對這個世間 你不會說這個床當的顏色不好看 你要去換掉 這個怎麼樣 你不會 一樣啊 這邊的人 這個服務生態度不好 以後不來住就好了 你也不會來了嘛 就只有來這一次 以後不會再來了嘛 但服務不好 你能夠反應就反應 反應不來 人家不處理你 你也不會很生氣啊 不會啦 你生氣一下你就不管了 就是這種心態啊 那你看 現在念佛要往生進度的哪裡 哪裡 哪裡是厭禮說佛的 都嘛 眷怨說佛 然後貪求極樂 都嘛這樣 那但是真正 真正要念佛往生極樂世界 他第一個先要處理先 那這種先其實很多人也沒有啦 那我們說那真正念阿彌陀佛 其實是要學阿彌陀佛 學法善比丘 而不是學偽提心 學法善比丘 法善比丘 是怎麼修法的 就好像你先正修觀音法門的 不是念觀音菩薩 不是念普門品 而是要知道普門品告訴你 觀音菩薩是怎麼修行的 先處其求先處應嘛 他的重點在悲心嘛 哪裡有痛苦 我就在哪裡 誰需要我 我就幫助誰 這才是觀音法門啊 你天天念普門品 常常念大悲眾 常常拜觀音菩薩 那你就說你修觀音法門 那你看見痛苦的眾生 不管你的事 看見人家的痛苦 好可憐就算了 你說你修觀音法門 你跟觀音菩薩哪一點像 你告訴我 你跟觀音菩薩哪一點像 你說你修彌陀法門 你告訴我你跟法善比丘哪一點像 先不要講阿彌陀佛像 你跟法善比丘哪一點像 他還沒成果的法善比丘哪一點像 你跟他哪一點像 觀念像嗎 行為像嗎 還是長得像 沒有 一點都不像 完全不像 那你說你修彌陀法門 你跟阿彌陀佛有什麼關係 八竿子打不到一塊 風馬牛不相擠 完全不同的啊 思想 行為 語言 它就三個而已嘛 思想 行為 語言 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 你哪一點跟他像 你學他哪一點 你跟他相應哪一點 有嗎 那你說你修彌陀法門 你修地藏法門 修觀音法門 你修的都不是法門 你修的是你自己那一門 自私門 自私門 貪愛門 無欲門 煩擾門 你修的都不是這樣 無名門啊 很難度的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真的是有難得 刻意運見佛法很好學 把它學明白 學清楚 然後努力去得到 這樣做所得到的作用 這樣做了 佛說你清楚了 明白了 你這樣走就一定會到 問題就怕你走錯路 走錯路有兩種 永遠走不到 第二個就是 根本不是你以為是 德少有足嗎 或是根本這樣就不是 那你以為 你一直以為這樣就是 你走到的地方就不是西中 你還以為是西中 那人家跟你講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就弄了 是啦 這個就是 大家都說這裡 這裡就是啦 不是 不是 你都沒有去認清楚 所以這個 學佛的人一定常常要想這些問題 一開始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把老師說了 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一定要多多聽 多多想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 那學佛也是不一樣 也是也是這樣 因為以前的留下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接觸的沒有辦法接觸到 那麼深去 所以一般就是 所謂的學佛就是 念經 念經不超過幾部經 大聖佛法都是這樣 地藏經 那要經經 補門品 金剛經 那要師經 這個是最普遍的 念經就增展功德 拜佛就增展功德 拜燦就效命障 就這樣 從來沒有想過 要怎麼調足完好 那個不公勞的事 從來不覺得問題就是自己 就只是虔誠專注 這個是最重要的 然後就看哪一尊最感應 哪一尊最相應 就這樣 從來不想要跟法相應 都想跟佛菩薩相應 感應不是從外而內的 是從內而外的 是你自己修到 跟佛菩薩感應 不是你求到佛菩薩聯名你 給你感應 不是這樣 你修到 釋迦佛就是這樣的 佛法 佛法 佛陀這樣說 我也這樣覺得 佛陀說這樣做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這樣做就這樣 這個叫做感應 認同 認可 佛陀想的就是我想的 佛陀說的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佛陀做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這個是真實感應 因為我們為什麼在這裡講這個 因為現在念佛的 不管是念奧斯佛 念阿彌陀佛 其實都在求感應 而且都是錯誤的 比較麻煩的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要把它講清楚 佛教徒如果這一點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念佛 不是念要施佛就是念阿彌陀佛 都是這樣而已 然後都是求往生 就算你有在研究經典 你持戒 你修天台 你修法言 你修為事 還是 這個修是不能解脫的 但是也是要修 多少知道一點 然後最後還是要往生進度 我不是說不用往生進度 我是要告訴你 什麼才是真正的往生進度 什麼是真正的念佛 那佛教徒如果都還一直在沉迷 沉迷這樣的觀念 佛教沒希望 真正可憐的是佛教徒 你這一生這樣 來生也這樣 我告訴你 你這一生不會正法努力 不會正法修行 你來生就更沒希望 沒有那個緣嘛 沒有那個因 沒有那個緣 沒有那個力量 這一生儲備力量 就算沒有成就 那個力量在 那個習慣在 那個觀念在 那個業力在 你不是隨意而來的嗎 隨著習慣而來的嗎 隨著你的信念而來的嗎 你即使要離開這個世間 你還是保持著佛法的觀念 你還是保持著那個 如理思維的習慣 那我們要走是跟著什麼走 跟著念 跟著習慣 跟著業力走 那要來呢 帶著你的信念 帶著你的習慣 看著你的業力來 不是這樣嗎 那你好好把這個 把這個念 導正正念 真正佛法 你一直長存在心 你常常如理思維 保持這個習慣 然後依著如理思維 造作佛法的敬業正念 你擔心什麼 你是依著你的習慣來的 你造了十善業 你就不用擔心 你會剁三二道 你只要有五屆十善 你不用擔心你會剁三二道 你有佛法的正念 你不會擔心身高遍地 你不會擔心未來會起絕見 不用 不用啊 為什麼 一夜輪迴的 一習慣 一心念 你現在一直保持這樣的心念 下輩子你不知道生在哪裡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你會是怎麼樣 但一定是延續上輩子的 這很簡單 蘇中波要往生之前告訴他的兒子 他一身顛沛流理 但對佛法從來沒有失去信仰 他說我不曉得我未來會生到他哪裡去 但我很肯定 我不會生到不好的地方 為什麼 他回顧他這一身對佛法的信仰 即使在顛沛流理 即使在被誤會 誤蔑 被打擊的時候 他依然沒有造作惡業 他依然對佛法保持信心 所以你看 一樣我們也是這樣啊 那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這一輩子如果沒有往生進途 我未來就會剁三二道 你要看看你有沒有造三二道的業 你沒有造三二道的業 誰也不能讓你下三二道 你沒有造作三二道的業 誰也不能讓你下三二道 所有的人都詛咒你 你也不會下三二道 如果你沒有造十三業 如果你沒有造十三業 所有的人都把功德迴向給你 你也不會升天 遷佛跟你加持 你也不會升天 你沒有辦法 可以要業 佛也不能改變業力的 佛如果可以改變業力 他就改變了啊 他就可以改變 他一定會第一個 讓提搏達到不墮地 如果他可以 他不做 他不慈悲 他不慈悲 是不是 一樣的道理啊 那你怎麼還是再來請求 靠佛的力量 你就可以不墮三二道 不是 佛只是告訴你 怎麼樣不墮三二道 你要自己去修的 佛只是告訴你 你怎麼升天 你要自己修的 他也不就讓你能夠升天 你念他 看你站在虔誠的份上 我就幫你一把把你拉上去 別人要念十天才升天 你念一天就可以升天 功德力比較大 念其他的佛要十天才升天 念這尊佛一天就升天啊 是這樣嗎 有這種事嗎 可是很多現在的佛教徒 都相信這種道理 你這個觀念不改正 你永遠 你都在這個苦海裡面 在這個輪迴裡面 你沒有出現的希望 第一個就是觀念 錯誤的觀念 才會形成偏差的行為 然後才會造成痛苦的結果 所以八正道第一個是政見 政見政思維之後 影響正確的觀念 影響正確的行為 有正與正月正面 然後才加工用行 有正面正定 然後才得解脫 也是這樣啊 他也是這個次第啊 那你都沒有政見 沒有正思維 沒有正與正月正面 然後你靠著你專心一次 任何這樣正念正定 你就得解脫了 現在是這樣 專心念佛 一心不亂啊 然後這個就正念啊 然後再進一步正定嘛 你就只是靠正念 就念阿彌陀佛這個正念 然後能夠得解脫 能夠離開這個世間 痛苦的世間 然後就永遠不在人為 然後就可以等著成果 最大的無名 莫過於誤會佛法 佛教徒不知道佛法 把錯誤的佛法 把相似佛法 佛陀有講 佛法是怎麼滅的 佛教徒把相似佛法 當成佛法 佛法才滅的 不是外道滅的 不是外道滅的 不是時間到就滅的 沒有 正法又不是牆壁 怎麼時間到就會剝落 不是時間到正法就變末法 也不是外道來了 把正法催滅了 變成末法 都是佛教徒自己 心存僥倖 貪圖方便 沒有去學習佛法 把相似佛法變成佛法 相似佛法 經典裡面叫相法 我們跟大家講過 這個相法不是正法相法 莫王的相法 就是它像 但它其實不是 它像正法 但其實不是 我們叫做反暴品 其實不是 它只是像 外表很像 現在我們講的信徒法 也是這樣 看起來很像 因為你念佛 你念阿彼陀佛 你也發現要往生 看起來很像信徒法 其實也不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把相似佛法 當成是真正的佛法 那麼慢慢慢慢 大家都相信這個 看起來像 其實不是的東西 久而久而就裂併 取主原必 就變成是這樣取代了 那這個是誰造成的 佛教徒造成的 佛教徒是誰 世宗弟子 你說都是出家人的責任嗎 出家人的責任比較大 但是很多在家人也不懂 不懂就要學 要學 但出家人的責任是比較大 很多出家人也不學 現在大都說出家人 出了家 佛法也不懂也不學 學的都是什麼 清唱 怎麼搶法器 那個板眼怎麼打 花板要怎麼打 正板要怎麼打 那什麼 什麼 放敗是怎麼唱怎麼唱的 那什麼唱要怎麼樣 哪裡要詩詩 哪裡要打手印 哪裡要怎麼學這些 什麼是師弟 什麼是人情 什麼是八正道 什麼是無我 你蓋不懂 只聽過沒想過 常常聽不會做 很多經都是拿來練的 不是拿來修的 都是這樣 才叫出家一個樣 怎麼會有希望 你會墮落 你會墮上二道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身在這個時代 不是因為你身在末法 就是你遇見佛法 你都不好好學習 都不努力學習 你不要怪誰 如果你這一次知道了 還不好好學習 不努力學習 你下輩子還一樣 不會相應 不會相應 會相應 你會遇見的 因為你這一輩子 你這輩子遇見的人 是跟你有緣的人 怎麼有緣 大家做同樣的事就有緣 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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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業 會成為同一道的眾生 活 你有什麼道理啊 所以我們既然知道了這一輩子 好好先建立政見 建立政見 完成正思維的習慣 這個是最重要的 即使你想往生進土 都不是那一種錯誤的 往生進土的觀念 你想往生進土 只是我這一生學習完了之後 我這一生這樣努力學習完之後 我希望到有佛國土繼續跟佛學習 只是這樣的觀念 你這一生不學習 就天天練佛等著到有佛國土 然後你就忽然間功力增加一加神 這個是電視看太多人 你現在都沒有 都不修 你唯一的修行就是念佛 其他都沒有 念佛就包含一切 那釋迦牟利果就叫一個念佛網民就好啦 念釋迦牟利果就好啦 那去到情樂世界 你就擁有種種的功德 我告訴你 這個不符合因果觀念 你能不能去還是一個觀念 還是一個問題 何況去了也不就是 你在這裡不修的 你那裡自然會有 你以為真到天上 自然大家都有天願 它是怎麼來的 在這個世界修來的 在這個人間修來的 你如果在這個人間沒這樣修 你到那個天上也沒有那樣的人 甚至你都不能到不了那個天上 你在這個天上 天上有三等的人 福報大的 吃的不一樣 想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你福報沒那麼大 你就是想不出來 它就是這樣啊 天上都這樣啊 其他世界可以違背一國嗎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可以違背念義嗎 也不行啊 那個是一個理則啊 有佛沒佛 佛在佛不在 他都要依這個理則啊 可是我們根本就不懂這個道理 總覺得阿彌陀佛功德最大 怨力最強 度眾生的那個悲心最強 所以他可以不管這一些 你沒有他可以給你 天天打妄想 打這種妄想 你的念佛不是真念佛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現在很多人 他正在講的這個念佛法門 不是我們現在在流行的這個念佛法 真正的淨土 它是色受影色 結果變成你什麼事都不做 什麼法都不學 然後就覺得這個叫做 說好聽叫做一門深入 實際上是一門死路 真的啊 死路一條啊 什麼都不懂啊 什麼都不會啊 什麼都不做啊 就天天想著有一天時間到了 我就成就了 靠誰成就 靠阿彌陀佛成就了 對 那麼這一種 這一種念佛法門 不是大聖的念佛法門 大聖的念佛法門 我們就說 就一無量受盡 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 人家是怎麼修的 他遇見四字在王口 他是怎麼修的 那你現在遇見阿彌陀佛你要怎麼修 一樣的道理啊 他見四字在王口 就像你要見阿彌陀佛一樣啊 一樣的道理啊 那四字在王口怎麼 怎麼不讓他變成那麼厲害 怎麼不加持他 他為什麼還要修不樣解 因為五解思維 你看他用五解思維 他為什麼要這麼廢工夫 這個才是正確的修法 那因為我們說嘛 一千多年來 大家對佛法 只知道誦經 不知道讀經 只知道求佛 不知道學佛 比較麻煩我們在這裡 所以長期以來佛法不明 佛法的道理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誦經就有功德 念佛就有功德 拜燦就能效略在 只知道這樣 請他 雖然有聽啦 雖然講五印 雖然講心經 五印心經 根本就不想有什麼 什麼叫做五印皆空 連五印都不知道 把它空 那就五印皆空就不用講了 真的 以前 以前 多數的人 都受到社會的影響 比如說四大皆空 他就變成九色殘跡四大皆空 這哪裡是佛法 佛法哪裡講是這樣 但是多數人受影響 我們也是啊 就覺得 受到這個 受到這個 中國末流 佛教末流的影響 就覺得人食人就做鬼 要超過 我剛學問的時候還沒這麼多 還不一定或是佛教 現在基本上 人食一定要蓋往生背 好像沒有那條被子 他不是會著涼 是沒有辦法 葉障就重 那一條被子蓋上去 因為這樣就輕了 你都 連狗連貓都要蓋往生背 真的 我真的看到的是這樣 那現在 以前 以前只有佛教末入堂 最早的時候 只有有修行的人才入堂 那現在佛教末都入堂 現在不管你是不是佛教末都入堂 現在連貓跟狗都入堂 他都有那個儀式 你看 那你一方面說要往生集的世界 一方面又住那個塔 那你到底要住哪裡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啊 一方面念佛要求往生 一方面又去看 我死了之後 要買在哪裡哪裡風水保地 要帶來一個塔 來一個塔 要靠近地上菩薩旁邊 容易得度 這兩個可以多得起來 然後又分布 我經過很多 因為我世界各地都是這樣 一方面參加佛七 念佛 很淺淺的念佛 是要往生 已發炎 進發炎 當發炎 一方面 家裡隨時準備那個 那個陀螺鈴被 一見還不夠 還怕不夠 因為萬一 萬一 往生的沒得蓋 不能往生嘛 不是一吃嗎 然後一方面又到處去找 哪一個風水比較好 哪一個寺廟塔裡面有法師在誦經 然後又放在地上菩薩旁邊 即使比較貴 因為比較容易得度 也甘願 你看這些觀念 能夠多得起來嗎 可是他不管那麼多 沒有 沒有思考 沒有思考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要 我們說 一方面貪戀說佛 協知協見 一方面又要興起了極樂 然後認為到極樂世界成果 你看這種 佛教 我告訴你很多 即使出家人也一樣 即使出家人也一樣 就擔心死了有沒有人住面 誰來幫他住面 你死了之後有沒有拜餐 有沒有做寶會 那要放在哪裡 都執著這個 連死的那個骨灰都執著 你要放在哪裡 要用什麼方式跟你處理 連這個都執著 你說你厭尼說佛 你笑死了 你厭尼說佛 你連那個骨灰那個骨頭 你死了 你都還深深的執著 你厭尼說佛 那你一方面 你說你一面一心求生 騙人了啦 騙自己 騙別人 我好好想這個問題 所以他這裡講 彌陀真正的禁途網 其實是厭尼說佛 心求其樂 他這裡講不厭說佛 我不生其樂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 你不用厭尼說佛 就是說 不是這個是要死保 但是 彌陀進我們來說 假設你不厭尼說佛 你是沒有辦法往生其樂世界的 不厭尼說佛 就不生其樂 你如果不厭尼說佛 你是沒有辦法往生其樂世界的 所以他叫做厭尼說佛 心求其樂 他是這樣的一個法文 我們說現在真正 真正叫做彌陀進的法文的 沒有 不強調願尼說佛 沒有 沒有強調願尼說佛 只強調心求其樂 一心念佛 要強調阿彌陀佛多殊聖 所有的佛裡面 他最殊聖 光明最大最偉大 願意最強 那現在的眾生 夜葬最重 這個法門最殊聖 最容易 多講這個 這個法門最殊聖 阿彌陀佛所有的佛裡面最偉大 你是所有的眾生 你的夜葬最重的 所以你修這個法門最快 成就最快 用力最少 時間最短 那麼享受的福報最長 我要說嗎 但是實際上他還是要願你說佛 現在的願你說佛都沒有來 老實說 都在執著 一旦單單看看 就執著 以後我死了 要減換 減換 減逃怎樣 這些物在執著 活著的時候 那個執著就不用講 已經死了都還放不下 以後我死了 要減換 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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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齁 要有種的方式 怎麼方式 人家誰來送我 要往生備 記得要蓋 家裡都隨時放一條 有時候婚了 沒有了 送給別人 趕快就去買一條 你那個貓跟狗 你都覺得 因為你當他上的兒子一樣 都要蓋上往生背 能夠往生 你覺得給他蓋 他就能夠往生啊 觀念都不清楚 你希望他能往生 但實際上能不能往生 你也不知道嗎 你希望能往生 但實際上能不能往生 你也不知道嗎 是不是 都做那些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事 都那些自己想自己對的事 都做這些啊 佛教徒都是這樣啊 他也糟不糟糕 我們不要做這樣的佛教 拜壞佛教 拜壞宗生 不清楚就算了 不清楚我們要把它選出 其實要我們清楚了 我們一定要把它更清楚 然後印向別人 這個才是 這個就是伏提性啊 不知道就沒辦法 這叫可憐啊 不知道叫做可憐 但是你知道 你不努力去做 那個更可憐 不知道的已經是可憐了 但是你已經知道了 你還不這樣去做 你還跟著以前的人這樣做 那個叫做更可憐的 那我們不要做這種可憐的 所以由於厭此人間 所以尊重死後往生 這個是後來的弊病 其實人家 即使是無量受精喔 他即使是 因為一般人是這樣 因為佛命啊 沒辦法 大家都害怕 所以他給你一個方便告訴你 可以 你可以去嗎 但是前提是 你在這裡要怎麼修 你要做這些是這麼說的啊 所以你看 他告訴你這個世界是 五左二 是五二 五通 五三 那那個是不休息的人才這樣的啊 殺到人忘了 然後 極樂世界是多好 多好 多好 給你一個希望 可是前提是 你要在這裡要怎麼修 即使跨無量受精 它就跟你講嘛 經驗傷亡 下宿父母 同時這樣 心心不傷 俊主的喪歌 受死衝見 這個就是處理性的啦 俊主的喪歌 受死衝見 不換位移 要執見 然後要向盡大政 要花鼓勵心 他也告訴你花鼓勵心 然後勸規行者 無量受精 告訴你 極樂世界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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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宗言 去到那裡 多殊勝 多殊勝 但是他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這個世界多不好 多不好 世界叫你悅理說 不要執著這個世界的 那個世界也多好 多好 是要叫你 起那個心 要去追求那個境界的 但是前提是什麼 你在這個世界要怎麼修 所以他講極樂世界多殊勝 阿密所謂多殊勝 你去到那裡 多殊勝 你去到那裡 多殊勝 回過頭來講什麼 你在這個縮口世界 修一天裡面 剩下在極樂世界 修行一百年 你看 這個是在告訴你什麼 不管那個世界多好 前提是你在這個世界要怎麼修行 你不要只想著去那個世界 就會成就 你在這個世界努力修一天 努力修一天 你才有那個世界的福報的一百年 就好像你在這個世界修一百年 你才有在天上的一千年的那個福報 十一得一 十十得十一樣 天上動不動就是一千年 兩千年的壽命 都是這樣享受的 他也不用跟座 他就有飯吃啊 他也不用賺錢啊 他就有衣服穿 有房子住啊 功德行程 那他在人間修很久嗎 沒有 他就在人間修五十年 大概五十年 不會超過一百年 他不可能從出生就在修行 那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要修行行事上 他懂事開始修 修到他老了 老了有時候也不能修嘛 只是懷那個三年而已 給他修一百年好了 那一百年你在這人間 現在也不是每天做善事啊 有沒有 但是你努力做 就形成你在天上的一千年了 所以你在這裡修一天 你才會在天上 你在這裡修一天 你才會在天上 享一年的幸福 你在娑婆世界 修一日一夜 親近修一日一夜 你才會有極樂世界的一百年的這樣的福報 所以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極樂世界那麼殊勝 回頭過來還是告訴你 你在這個世界修一天一夜 聖過你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 那你不是比較殊勝嗎 那你不是天天在魂法嗎 那你不是有諸上善的嗎 那這裡又沒有 五十二四 那道理是怎樣 為什麼在這裡修一天五夜 聖過在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有諸上善禮 又都沒有照二夜 又二六十鐘都念火 念法念生 那為什麼這裡五二五通五燒修一天五夜 聖過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 為什麼 你不會好好想這個道理嗎 不是吳亮壽星這樣講 吳亮壽星也這樣講 他那個相機佛果也一樣 你在這個世界修一天修一年 聖過在那個世界修很久很久 可是那個都是有佛世界啊 都是中英國土啊 不是比較好修行嗎 回頭是告訴你 你要在這裡怎麼修 不是只想著去那裡 自然就成就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沒有去想這一些 天天只想著這邊不用修 所謂的修行就是念佛 後來也有主事這樣講 強調這樣 有些人就他只是方便說 念佛就是持戒 念佛就是布施 念佛就是忍入 念佛就是精進 講一講 念佛就聚集六度 真的是這樣子嗎 布施 那個是說 佛是怎麼成就的 行菩薩道 菩薩道歸納起來就是六度 布施持戒忍入 精進才念 之外 念佛 念佛的布施 佛是怎麼布施的 念佛的持戒 佛是什麼持戒的 念佛的忍入 佛是怎麼忍入的 是這樣 念佛是怎麼修行的 所以你念佛當下 你就具體布施 就知道佛是怎麼樣布施的 那我也這樣布施 佛是怎麼樣持戒的 那我也這樣持戒 我們受戒的時候 說八萬哉樂的時候 諸佛進行受菩薩生 我一天也也有菩薩生 你看 佛是進行受菩薩生 我就一天也有菩薩生 我先學 不就這樣嗎 就開始學嘛 你沒有辦法向佛進行受菩薩生 但我至少我先學一天也不菩薩生 不就是這樣嗎 那你在念佛的當下 就怎麼樣 持戒成就了 這個就是念佛當中具足持戒 可是你念佛 我就念阿彌陀佛 我就是持戒 我念阿彌陀佛 我就是大布施 布施 就是這樣 這個觀念要知道 因為我們有很多錯誤的觀念影響我們 導致於我們不展進 不努力 我們就不用阿 做了也沒用阿 導致於我們不努力不展進 好 我們到我們底下看 所以都是重死後往生的 現在我們是要講 不是講迷陀網文 是講要事嗎 不過迷陀網文 我們把它解釋清楚 但有些適合意識到的個性 對於現實人間這一些東西 那麼為了他沒有厭氣的心情 就是其實很多 很多念要往生極樂視覺的 也沒有厭你的心 那所以他說為了攝護這一類 不捨憲法論的初心決定 就是剛開始學嘛 因為不是很懂的 你叫他捨他也沒辦法捨 你叫他處理他也沒辦法處理 那沒那麼容易 一開始我們學果不是這樣的 就是帶著貪愛的心來學果 總是覺得佛保佑我們 我們那些功德而已 使他也能像你無敵 就是射受他 佛陀實在也有這個 就是有一些富貴人家來的 佛弟子也有這些 富貴人家來的 那你叫他要過我不死 你叫他要吃這些 穿這些不好的衣服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分掃無印 然後一開始竹林金色還沒幹 最早有建設有的住是竹林金色 一開始佛弟子還沒有房子可以住 都是樹下做 那麼你看你要去出家 成果是很好 很好 解脫很好 可是又要過五不死 又要抽鍋 跟人家要換 然後又要在樹下做 蚊子又多 一肚都會帶 然後又不乾淨 吃的又隨便 人家給了什麼吃什麼 如果沒有就沒得吃 衣服穿的又是破的 又不能穿好的 跟分掃一樣 以前衣服沒那麼多 所以就要等那個人死了之後 去把那個破掉 死人的衣服人家不要了 然後就把那個衣服拿來洗 再加著衣服 染色過 然後補一塊補一塊 補起來 以前是這樣 最早是這樣 後來國王 尤其是這個 品博索羅王 因為在王舍城 佛陀最初是在王舍城 就是摩基諾國 那麼歸一 因為三家社歸一 然後他也歸一佛陀之後 開始護持國瓶 那麼開始蓋竹林金色 慢慢慢慢 生活條件才變好 但是也不是大家不好 但是就是說 那個時候才開始有房子做 竹林金色 然後後來蓋 然後就到處都蓋金色 出家才有房子住的 然後也才吃得比較好 因為國王共良 常常共良 吃得比較好 那不然其實那個時候 也吃不好 吃不好 穿不好 住不好 但是他的心態 那個後來又被人 吃得好 住得好 穿得好 心態不好 觀念不好 就變成這樣 所以才會 有些巨師才會問 佛統 說以前佛統沒有自見的時候 大家都解脫 現在自然界 為什麼更多人不能解脫 所以就是環境變好了 環境變好了 然後大家反而就是認為 好像又看見大家這樣解脫好像很容易 就不努力了 然後又貪桌無欲了 就變成這樣 其實是這樣 那佛教童一樣 你看 你又要 死後 要到好的世界 然後生前又執著這個好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 兩邊都可以堅固 就這種心態 我們說心存僥倖 然後又貪圖方便 最容易最快 然後功德最大的 然後福報 然後享受最久的 都一樣這種東西 那為了適應這些 當然經典 大聖經典也都這麼說 你讀到這本經 是多書真難得 這個佛是多偉大 唸這尊佛超過其他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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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要唸了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什麼什麼 保佑 加持 怎樣怎樣 都跟你講這些 你聽了歡喜 但是中間會跟你說 那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結果你這些都不聽 你只知天后面那些 你幾樣練的就會幾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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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你練大佩咒 他告訴你 你用什麼心來練大佩咒 這個你不知道 你知道練大佩咒練了之後 你什麼功能 什麼功能 什麼功能 但是這一些 你用這麼心 比如說你要有平等心 要有柔軟心 要有沒有稱讚心 用這種心來練大佩咒 要有虔誠 專注 那麼慈悲 那麼無我心 這種心來練大佩咒 你就有什麼什麼功能 但你不管這一些 你這些心都不具足 你只知道面那大佩咒有這些功能 跟我們念經理一樣 他門品告訴你 關佩咒這樣修 你的關佩咒什麼功能 你就要練他怎麼修練 那你不知道 你就只知道把這本經念完 然後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你就有這些功能 不是 你要告訴 你要知道 他裡面有跟你講修行方法 你這些沒有做 你是沒有那個功能 可是大家都是這樣 你都不曉得 他告訴你 法上比舊的修行方法 你要照這樣修 你都不曉得 你在蘇佛世界修一間 你越生過這幾個世紀百年 你這個道理你都沒有進進去 你只知道 我往五四十八月 我往生到極樂世界修 我就不割三二道 我就有六神通 我就可能得無聲寡人 然後這個黃金鋪地 怎麼樣怎麼樣 你都只是在想愛先 然後你就覺得 我只要念魔就能夠往生 然後最後就強調十八念 十念都能往生 那就變成越來越小 越來越窄 越來越錯 越來越離譜 然後就說 這個是阿彌陀佛的願 只要十念就往生 那個是你的願 那個不是阿彌陀佛的願 阿彌陀佛的願 阿彌陀佛的願是包好 你整部一樣收集的 那個是你的願 只有十念 阿彌陀佛就來接我 那個是你自己發願 你自己的願 你自己希望這樣的 阿彌陀佛不至尊只是這樣 然後就誤會 然後就以耳傳耳 然後慢慢慢慢就變成大家都這樣 然後就變成莫法 然後就這樣 所以這個也要知道 好 那麼他說 但是最重要就是讓你去發不停心 什麼 向你不停 所以一開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好像你在海邊要顧那些人 叫他不殺生 他就 他就捕魚了 不然你要讓他做什麼 他也不會跟你也不會做什麼 沒有什麼接著做 你要讓他不殺生 他沒辦法 那你只能叫他什麼 那些小魚你不要捕 你捕大魚就好 那你捕到你有多次就好 你不要捕得太多浪費 讓那些死掉 你不遇到小魚把他放回去 那如果有那個母魚 你把他放回去 你捕大魚吃就好 那你說那師父教我可以捕大魚的 大魚是可以吃的 不是啊 因為你沒辦法 因為你就是海邊 你就做這個職業 叫你一下子捨掉 你沒辦法 叫你改月就改不了 所以就方便 方便跟你說 你可以捕 但不要捕太多 那些小魚不要捕 那些農魚不要捕 那不是 那你就自己誤會啊 他說是可以捕魚的啊 不是說是可以捕魚 從林裡那些小魚跟牛魚開始 先生慈悲心 慢慢慢慢 你慈悲心增長 你覺得那些大魚也是生命嗎 是這樣的 劍刺人 一樣啊 進度往哪裡 也是這樣 就射獸 叫做射獸 所以 釋迦國開示耀獸國的淨土 耀獸國淨土在東方 象徵生長 迷途的淨土在西方 象徵歸長 那中國國教界為了操見死亡 死後 就念阿彌陀佛 為了消災炎獸 就念耀獸國 充分顯出後世樂與現世樂的差別 那麼這個就講到我們現在最主要的 就是說原來的淨土法文不是這樣 原來在印度的淨土法文是 再給我三分鐘講 原來的淨土法文是 東方阿祝佛表智智慧 一智慧 西方阿彌陀佛表性 那麼修行是性為能度 智為能度 從性進入 從智得度 那麼性跟智是何為提的 到了這個中國 就變成東方耀師佛 所以阿彌陀佛表現身的利益 西方阿彌陀佛表來身的利益 現世樂兵來世了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你看 所有的寺廟基本上 都有一個地藏殿或是有一個曜師佛的 或是現在廣生的基本上都叫曜師佛殿 紅色白色是孝佛有時候 現世的人可以健康長壽 就在他前面唸點燈 燃耀師佛回線給他 他就健康長壽 往生的人 在阿彌陀佛前面 他就可以往生進入實現 就是消除略障 往生進入 就變成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後來到了中國 進入法文改變 從現世樂道來世樂 你看就持久那個略 人家不是 人家是佛法文 東方阿彌陀佛表次會 犯在西方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比較春家人 因為她一休息就犯人 她是比較春家智慧的 阿彌陀佛是比較在家 信的 在家比較以信能度 出家就是以智慧 但是信為能度、智為能度 通常來講 在家人比較偏信 信仰 春家人就是要簡單 偏智慧、東方阿彌陀佛 所以其實他原來是這樣的 東方阿彌陀佛有智慧 阿彌陀佛是犯人 所以他是比較重出家人 阿彌陀佛是比較重在家人 就是比較重在家人 那麼是以信心人的 但是佛法是信跟智 都要合我為一的 信所以深 那是因為了解的深 那了解的深 所以信的就更深了 因為我了解你 所以我相信你 氣是這樣的 我越了解你 我就越相信你 我一樣本來有佛法 所以本來是信跟智 合一的 後來就變成縣市 跟來市 要合一的 然後著重這個熱門 那這個其實不是原來 技術管理的意思 只是後來傳到中國 就變成這樣 那我們的道場 也都變成這樣 那其實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要把它轉過來 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別人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那這是最重要的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合相 願您此功能 顧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接共成佛道 你也要保存 多大